Hello,大家好,我是HanjiaNizer,猛朋友猛手 今天是评价早餐打扫 我们给大家找到了几个在网上非常火的评价早餐 我要我都在听你试试到底好不好吃啊 还是那句话 一天中最便宜的用饭就是早饭 这是你不能不吃早餐的必要理由 但今天真的好几个都比较偏主食 比较扛饿的那种 就是早上吃一顿可以扛一点 因为我们上次做了第一蛋之后 结果很多宝贝说 猛手不要搞那些花哩哨的 我想吃正经的 便宜的又好吃的 老规计我们会把好吃的红薇宝放在视频中 最后第一个 这个是我们一直在买的 然后前一段时间非常火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燕麦保健片 非常适合中老年人 刚好萌出可以吃 14块8毛钱 350克 包装非常的朴素 前一段时间这个东西非常火 然后就有很多宝贝其实去买了 觉得这个玩意不是很好吃 我说实话燕麦这个东西啊 见仁见智 它就是纯燕麦 你怎么可能那么好吃 但是它很健康 它比较健康 比较饱肚子 如果你觉得它这个口感会比较粗糙的话 你们也可以买贵格的这种晾饭装 我自己也带吃的 一大袋是1.5千克 三斤是三十几块钱 回过来讲这个中国农科院的燕麦 很大的科力 最好是煮一下 贵格的那种即时都可以不煮 把酸奶倒进去 哇哦 就已经开始好吃了 再倒一点坚果 早上吃这一份就可以了其实 吃完一份吃起来 又快又方便又好吃 就是我们这一配料呢 就是你看情况添加 反正我现在已经可以接受每天吃燕麦了 我没觉得很粗糙 还要很扛饿 吃燕麦真的很扛饿很扛饿 比喝粥要扛饿的多 可能有些宝贝还不是那么的喜欢 我给你一个黄宝 那你这个正在减脂健身的话 吃这个 绝了 下一个 嘿 不喜欢吃燕麦的宝贝 给你准备了 核桃花生芝麻糊 23块8毛钱 而且他很妙的以前吃芝麻糊 都是粉是不是 对呀 自己冲脑是冲不开 但是它其实是打成了膏状的 配酸奶 救了 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没有什么添加的东西 食品添加剂 无 它是这种膏状的 它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刚才口感是那种沙沙的 而且你直接放在这种酸奶杯里面 都不用洗碗 怎么样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在你的嘴巴里面爆炸的香 不仅有芝麻 还有核桃的味道 就是一个每日坚果 在嘴巴里面压成了粉 和那个酸奶水乳交融 整体是一个非常幸福和满足的感觉 很香很香 那个芝麻真是巨香 这个店铺叫碗菊 它呢 是一个手工店铺 所以它可能品控 不一定是特别的稳定 大家买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但我们买的这几次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有些饱肉可能会怕甜 那你就芝麻酱稍微少放一点点 或者说酸奶的话 你选那种的 酸奶无糖酸奶 嗯 如果男爱吃芝麻糊的话 一定会爱怕 红包 好 为了避免浪费 我们这期视频会分两天拍摄 全麦紫薯饼 哇像个饺子 掰开它之后 里面全是紫薯 8块8毛钱 10包 一个花下的是8毛8分钱 它的保质期是25天 我们来看它的配料是不是全麦 哇 这个太健康了 不得瘦死啊 怎么了 它配料表示全麦粉 饮用水加肤皮 还有紫薯和芋头 粗纤维啊 好健康啊 那它好吃吗 尝一下吧 不好说 太健康 哇 你知道这个紫薯饼5.8万赞 某数上真的上1万就不容易了 很厉害啊它 而且它还是一个无遮糖的配方 这很好吃 可以买 完全不干 还不错 对 这个比我们以前买的紫薯饼 要好吃多了 关键它 糖啊各类的成分比较少 好健康啊 完全可以早上买一杯豆浆 买个这个 吃一颗完全不干的 如果你要吃个四五颗的话 我建议你少吃一点 然后建议你要配水 很好吃这个 红包 德罗斯糯米蛋糕 13块8毛钱一斤 保质期是15天 给大家看一下原图 为了方便保存 这个店家很贴心的 做成这种分装的 可以保存的稍微时间久一点 对 我说很多宝贩宿舍 之前我们做早餐的选题 很多宝贩就会说 那个东西一开罐之后 没有冰箱没有办法保存 那这种就会很贴心 这个面包也是在某书上 4.7万的赞 然后说随手买的是 诺基基的糯米糕 好评非常多 看涂得像古早蛋糕 拿出来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 古早鸡蛋糕的样子 怎么样 什么俄罗斯糯米蛋糕啊 这是我们传统鸡蛋小蛋糕 口味差很多是吧 一模一样啊 好香甜啊 有一点点的偏干 但是搭配牛奶或是水泡着吃 绝了 好香啊 鸡蛋糕 这好酥的方法早饭啊 对 但我小时候要比它稍微的软一点 它要比我们小吃稍微硬一点 但它虽然是这种素风包装 但里面没有那种什么淡气味 或者说那种 我不喜欢那种手撕面包里面 那种气体的味道 对 我只是觉得它稍微有一点点干 需要配水和配牛奶和整体上非常好吃 有一点点的偏甜 嗯 红吧 提醒一下大家哦 这个东西我们在买的时候 它外面是没有那个包装盒 它是直接分装的 所以它上面可能是没有展示它的配料表 营养成分表 不是那么正规 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食品的安全 好吗 麦加发 肉松培根三明治 8块5毛钱 三个 这么便宜啊 划下来两块多一个 比全家划算很多 饭也可能不好吃啊 保持期是12天 它是一个平价面包合集里面的王牌 据说有4层的夹心 料很多 很扎实 我们来尝一尝 这个如果还好吃的话 我真的会惊到 全家这个多少钱 全家以后再也不是我家了 哇真的有 三层夹心 两层火腿 中间是一层肉松 我们把它打开看看 它是不是肉松只有薄薄的一层 哇 它肉松是这样子的 算是基本满了 看一下火腿 火腿会不会只有那么一点 哦 好大一片哦 说实话 在这个价位里面算良心 已经非常大一块了 我们尝一尝 好吃哦 我喜欢 那所以不愧它很红啊 实至名归 真的很好吃啊 我的妈呀 谢谢你的肯定 它里面的酱做得很克制 有很多那种平价的面包里面 那个酱汁做得太浮宽太多了 这个做得刚刚好 哇 当早餐两块都绝了 而且它的这个面包很松软 妈呀 我们是吉时啊 还没有加热哦 今天这个选品可以啊 哦很可以啊 对 非常好吃 红宝 好 今天的平价早餐大厢就是这样 走下来 特别推荐的红宝是 一般好吃的红宝是 不知道你在心中是哪一个呢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个紫薯饼 哦对 那个很好吃 那个就是一打开之后 太香了 然后我做小薯饭就分完了 对总共有美景 阿爸第二天早上说 你昨天的紫薯饼被你吃完了 我说 那可不是吃完了 现在就是人太多 大家还是要记得 一定要按时吃早餐 开启幸福美好快乐的每一天哦 今天视频就这样 爱你们要播